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就是对梦的解析 作者弗洛伊德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 毕业于维也纳医学院后 先在维也纳 治疗精神病 神经症 经过多年实践 他终于成为精神分析 1899年写下的梦 标志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 然而 他的第一本书才卖出去600多本 当时一些学者认为这是20世纪最大的骗局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开始关注心理学 他的 梦 仅八次再版 翻译成多种语言 时至今日 此书仍是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壁 不仅如此 梦的解析中的许多观点 也启发了文学 神话 教育等等 比如在西区苛刻的 本片讲述了一位女心理医生 和英俊的爱德华医生相爱的故事 实际上 这名医生是个精神病患者假扮的 一段惊心动魄的 电影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场景 用强烈的色彩冲突和恐怖的 这也是导演运用梦的解析方法 将人物丰富的心理世界剧 西区苛刻 达利 弗洛伊德的孙子 艺术家卢西安 弗洛伊德 都 可以说 解析梦境对20世纪人类文明的影响 它就像是黑暗的洞窟中的火炬 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 全书共48万字 共7章 很多人读起来 会觉得晦涩难懂 下面我将沿着弗洛伊德的思路 用两段音频 首先 我们要讲的是 弗洛伊德是如何将梦境 和被压抑的欲望连 在第二段音频中 我将介绍弗洛伊德 关于梦的心理学解释 即如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听第一段音频 我们可以分三部分逐步深入 第一 早期的梦境研究 对弗洛伊德有何启发 第二点 第三 我们将看到欲望是如何伪装成梦 从而使梦难以理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第一部分的梦境解析 看看早期梦境 自古以来 人们对梦境的内容非常着迷 发明了很多解梦的方法 其中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梦境 可以预知未来 比如这本《圣经》里 约瑟夫给埃及法老解了一个梦 埃及法老梦见了七头强壮的牛 后面跟着七头瘦弱的牛 约瑟夫认为 这意味着七个丰收年之后 会出现七个连 另一个流行的方法 是把梦看作是 揭示个人生活的密码 例如信件意味着麻烦 葬礼意 我们中国还有一本名为 《周公解梦》的奇书 它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梦见棺材 代表着升官 伤 弗洛伊德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 前人对梦的研究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一点是梦并非超自然现象 而是一种心理活动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 认为梦与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 中国古代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 比如一个亲戚梦 亚里士多德首先把梦与心理学相结合 他认为梦不是神的象征 而是人在睡梦中的心理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 梦 弗洛伊德显然支持亚里士多德 认为梦是一种心理活动 而非超自然力量的表现 古代学者们早就说过 梦境是人的记忆 首先 无论梦的结果多么离奇 他 中国人有句话叫日思夜想 其次 梦境是真实的体验 也就是说 人经历过的事情 都 但是现实和梦境之间的关系 却需要仔细地寻找和辨认 这些古代学者还认为 人们的梦境并非来自于什么重大的 令人兴奋的时刻或前一天 梦所记录的 是人们在清醒的时候 那些看似无关紧要或不 就像是古人说的那样 梦是由消化不良引起的 食物引起身体感受 身体感受唤醒类似记忆 梦境就会 所以 弗洛伊德决定先弄清楚 梦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第三个梦充满了谜团 早期的学者认为 梦境是人的精神活动造成的 但梦境对人来说 却是一种陌生的感觉 他们不知道 对于这个描述 情然是深表赞同 在睡眠中 我们又回到了以前看东西 感觉东西的老路 回到了从前 第四种灵感来自于理性 在梦中扮演的角色 梦虽然看起来很感性 但还是有理智的 这一发现 引起了福 他认为 一般人的理智是强大的 在清醒状态下 是不会产生幻觉或做梦的 但是当我 但这个时候 总会有一个守门人 那是梦境的力量 那些特殊的本能 都会被压制下去 性话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性是人类动物本能的体现 梦与性的关系 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熟悉的 那么 人们在梦中如何处理性问题呢 弗洛伊德说 睡觉时 人的精神世界里 残留的理性因素起了座 第五点 则是梦与的精神错乱 弗洛伊德也特别注意 前人如何将梦 和某些病理现象联系 比如说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梦境 就像是把一个智者的大脑 移植到一 康德指出了这一点 舒本华曾说过 疯子是短暂的疯狂 疯狂是长久的梦想 似乎梦与 弗洛伊德坚信 通过研究梦境 我们一定可以了解 精神疾病 而梦的揭开 也易 因此 解梦对于弗洛伊德来说 是一种很好的了解病人 这是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通过研究梦 发现了梦的更高 也发现梦会以隐秘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压抑的本能 这些功能 不仅成为他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且在梦境解析出现之后 得到了验证 弗洛伊德收集了很多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梦境是实现欲望 首先 我们将谈谈弗洛伊德的梦 以说明他自己对梦的 第一部分 我们提到了前任对弗洛伊德的启示 弗洛伊德想要 为了使梦 看起来更加科学 他必须收集大量的梦境进行研究 在研究路 虽然作为一名著名的心理分析家 他分析了上千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境 但是弗洛伊 因为有人认为 仅仅采用病人的梦境 并不能代表正常人 所以弗洛伊德只能通过梦境 来增加实验材料 毕竟 这些梦境 至少都 不过 这种方法在很多医学领域 都是重视之地 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 弗洛伊德记录个人梦境的方式是 1895年夏天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梦 这个故事牵涉到一个寡居的女人 伊尔玛 她是弗洛伊德的朋友 伊尔玛 患者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情绪问题 但身体会出现一些症状 弗洛伊德曾经尝试过 1895年的一个夏天 伊尔玛的共同朋友 奥托医生 弗洛伊德来看望弗洛伊 凹凸答道 已经好多了 但还不算太好 弗洛伊德从奥托的语气中 听出了一丝责怪 梦境中 弗洛伊德要求检查伊尔玛的身体 并编部位 奥托医生和奥托的竞争对手 也加入进来 简 此外 伊尔玛的一些个性特征 也在弗洛伊德的梦境中体 醒来后 弗洛伊德分析了梦境 发现梦境是一种满足愿望的过程 这个梦 首先 他帮助弗洛伊德实现了复仇的愿望 弗洛伊德在梦中 将伊尔玛和自己最好的朋友颠倒了过来 并感叹 如果伊尔玛能成 由于伊尔玛认为精神分析不起作用 所以停止了治疗 弗洛伊德还将奥托与其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因为奥托并不认同他的方案 他狠 第二种愿望 就是弗洛伊德为自己辩护 这个梦一直在强调 伊尔玛的身体出现了很多严重的症状 这说明他离开弗洛伊德后 身体还没 另外 这个梦也透露出弗洛伊德对病人的担忧 以及他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 从这一梦开始 弗洛伊德就开始构建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 并由此提出了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欲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欲望 而是一种强烈 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定做过很多类似的梦 比如早上起来刷牙 坐地铁 去上班 结果一 弗洛伊德在解析梦境的时候 就发现了类似的梦境 此外 他还谈到了安娜的梦想 19个月大的安娜弗洛伊德 突然呕吐起来 弗洛伊德的 在梦里 他兴奋地大叫 安娜 草莓 这个煎饼布丁 弗洛伊德叹了口气 他还没来得及了解性 就已经开 于是 梦境帮助他们 实现了未得到满足的愿望 在弗洛伊德看来 简单的儿童 精神世界里 梦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是为了满足孩子的精神愿望 正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简单地总结一下 从伊尔玛的梦开始 说到这里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梦境是实现欲望的 那么为什么有 还有一些梦 会让人觉得荒谬和荒谬 弗洛伊德认为 梦境是一种伪装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梦境的伪装 很明显 没有人渴望痛苦和焦虑 但是 科学研究发现 57.2%的梦境 并不令人愚 如果平时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梦啊 比如考试考杂了 亲人去世了 其他人怎 难道这个梦真的是 反着来的 弗洛伊德对此现象有何解释 他说 这些显露 我们真实的欲望 隐藏在痛苦与焦虑的外表之下 那么 弗洛伊德如何论证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弗洛伊德有个聪明的女病人 质疑她的理论 原来 这名女患者梦到了她 15岁女儿的死亡 在梦里 女儿的尸体 被放在了一个墓 如果只是 为了满足母亲的欲望 那就说不过去了 不过 这位母亲也承认 在做梦前一天 她确实提到过 木香 在德文中 她的含义更加丰富 可以翻译成 柜子 包香 耳光 弗洛伊德向女士解释 如果有解剖学知识 我们可能会认为 木香 说到这里 女病人再也不能强调自己的梦境和欲望 原来 当初怀女儿的时候 她还没准备好当妈妈呢 她甚至还用拳头 垂了一下子 所以 梦见女儿死了 也算是满足了她很多年前的愿 通过这个案例 弗洛伊德开始幻想 如何把欲望伪装成尸 这是另一个病人的伪装梦 她梦见自己想请人吃饭 却发现 家里只有熏三文语 那时候是周末 外面有卖菜的 大家都休息了 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再订点韭菜回来 结果电话出了问题 她不得 女患者说 这个梦明明是在告诉我 我的愿望已经破灭了 怎么能证明 但弗洛伊德却不这么认为 这个梦欺骗了做梦的人 梦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 帮助女人 这位女患者突然发现 自己的一个朋友 喜欢吃熏鱼 而且还说 要去她家做客 这让她很是不安 万一她 这是一种很荒唐的想法 梦境可以帮助病人 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她的 在梦里 她把自己当成了朋友 如果她请客的愿望落空 那么她的朋友 来做客的愿 这些欲望 在理智上是 绝对不允许的 甚至有些欲望 根本就不是 我们能够灭 可见 梦境对于欲望的实现 并不是字面上的理解 而是内在的含义 痛苦 焦虑 这就是第三部分 通过案例 我们发现 有时候 我们很难接受 或者面对真实的愿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段音频内容了 第一 我们回顾了 关于梦境的历史研究 这些研究 启发了弗洛伊德 他不仅认为 梦来自于真实的体验 而且也发现了 梦会隐藏在内心深处的 压抑本能 第二点 弗洛伊德发现 梦是一种实现欲望的东西 洛伊德通过分析 他自己的一个梦 发现梦是实现欲望 第三 梦境中压抑的欲望 会通过伪装表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解梦确实是一门技术活 想要理解梦中的隐喻 就必须深入研究 今天我们将向您介绍 精神分析大师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 在之前的音频中 我们层层深入 观察弗洛伊德是 如何将梦与 压抑的欲望联系起来的 在这个音频里 我们要讲一个 关于解梦的有趣话题 如果梦境是一种 满足欲望的方式 那么梦境 又是如何呈现 这些欲望的呢 这些欲望中 有多少与性有关 因此 我们先来看看 梦是如何选择素材的 再来了解 它是如何把直白的素材 构造成含蓄深意的 最后 我们会发现 隐含的深意所构成的主题 都与欲望相关 首先 我们将通过 俄迪普斯的情节 说明梦的素材来源 第三 我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 是怎样通过梦来 理解人类心理世界的 好了 我们现在进入第一部分 梦境的素材 来自哪里 现在我们知道 梦是一种 实现欲望的东西 它隐藏在事物的细节中 使我们不能 直接理解它的深意 这些细枝末节 及梦境的素材 又从何而来 首先 通过俄迪普斯情节 我们来看看 梦和我们童年经历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 阅读了许多古代神话 并喜欢引用他们 来解释他的理论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俄迪普斯 俄迪普斯 是底比斯国王和王后之子 出生前 被神明预言长大后 会杀死自己的父亲 迎娶自己的母亲 后来他无意中 听到这个预言 才知道 杀父取母 可能是他命中注定的事情 因为 他爱养父母 所以 决定离开养父母的国家 这也许可以避免厄运发生 他想 但是 当他离开家时 他遇到了底比斯国王 因为怒露正发作 他和对方吵了一架 结果自己的亲生父亲被打死了 然后 最后 俄迪普斯到达底比斯 遇到了斯芬克斯这个拦路虎 斯芬克斯给过路人出了一道难题 那是什么 早上四脚走路 中午两脚走路 晚上三脚走路 过路的人 如果回答不出来 就会被吃掉 俄迪普斯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就是羞愧的斯芬克斯 跳崖自尽 俄迪普斯 则被那些感激他的人支持他的国王 从那时起 俄迪普斯取代了父亲 取了自己的生物 预言果然应验了 弗洛伊德在分析梦的时候发现 很多人在梦中 都会做俄迪普斯那样的事情 从俄迪普斯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俄迪普斯自从被抛弃后 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同样的 人们梦的内容 也是来自于他们早年的生活和童年 事实上 一百年后的今天 这样的梦境 看起来也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梦见的死亡和亲人有关 比如之前的音频里 有一位母亲 梦见了自己的女儿 却发现十五年前 她还想打掉自己肚子里的女儿 这样的梦里总有一些愿望 而这些愿望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也就是说 她希望有人能消失 然而 在梦中 死亡并非死亡本身 她只代表着 做梦者希望将某个人从梦中抹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做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起码要做的事情 有些人梦见自己的兄弟姐妹死了 这说明他们之间有竞争关系 在二胎时代 很多父母都会因为第一胎孩子的心理 接受能力而有所顾忌 有了弟弟妹妹 爸爸妈妈还会像以前那样待我吗 在年龄较大的孩子心理上 这个问题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但在家庭生活中 父母往往不会允许明目张胆的竞争 因此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隐藏着竞争 有时也会被压抑 直到成年后才能在梦中展现出来 当然 最典型的梦境是父母离世 弗洛伊德曾经梦见过他父亲的死 他认为 同性父母的死亡最常见 例如女儿梦见母亲去世 儿子梦见父亲去世 他还发现 所有的精神病患者 都和自己的父母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彼此亲近 却又互相折磨 弗洛伊德称之为 俄迪普斯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 后人将俄迪普斯情结 理解为恋母情结 多少有点曲解了 弗洛伊德的理论 儿时的欲望 和我们所投注感情的对象 有关系 但是这并不能等同于 恋人之间的爱情 至于这种感情上的赌注 是不是只表现在 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上 而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上 则是对父亲的感情 弗洛伊德在他的未来著作中 会有更为具体的论述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梦境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心理过程 他通过人们近期的心理活动 把早期发生的事情 变成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梦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 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引起的心理反应 然后 弗洛伊德还列举了一些 其他的梦素材来源 我们将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他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 都会在梦里变形 最近有人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 他在睡觉的时候 做了一个关于考试的梦 他找不到准考证 去考场的路上出了车祸 看到卷子的时候 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些情节 都有可能出现在梦里 梦境里的考试焦虑 来自于最近的生活经历 梦境的重点 是他不想承担工作压力 第二点 是最近发生的几件 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细节 在梦里组合成一个整体 前来咨询的人 会向顾问报告 他是如何在梦中 摆脱敌人的 他先是被野兽追着跑 后来又被刀子威胁 最后终于坐着滑翔伞 飞了起来 在这个梦中 野兽来自于睡觉前 看过的大片 刀子来自犯罪事件 滑翔伞来自于 最近一次会议上 提到的团结计划 每一个细节 都会给做梦的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梦境就是他想要 摆脱心理上的压力 最近发生了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用最近发生在梦里的 无关紧要的细节来表现 比如最近有个女人 因为结婚而交集 她可能不会梦到男朋友 也不会梦到婚礼 但是在梦里 她会莫名其妙地 梦见一本书 一张PPT 还有酒吧里婚案的灯光 这些看似 无关紧要的细节 却代表着她目前的生活方式 结婚可能意味着 生活重心的改变 这使她感到焦虑 于是 她做了一个梦 早期的事件 对于我们来说 意义重大 而且往往是我们 现在比较熟悉的细节 就像做梦人报告一样 最近梦见开会时 被领导发现 工作上的漏洞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虽然她很痛苦 但梦中的其他人 都是一副冷漠的样子 这样的梦 和童年的记忆有关 比如做梦的人 小时候被人当众体罚 这让她觉得很丢脸 但家人却忽略了这种感觉 好了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 音频内容的第一部分 通过俄迪普斯情节 我们可以更详细地了解 梦的素材来源 事实上 我们会下意识地 从生活中 寻找一些素材 往往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 然后把它们 编入到我们的梦中去 梦会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们 从小就有很多 压抑的欲望 这些欲望 指向轻松快乐地生存 或者想要独占一份爱 这些欲望 深深地影响了 我们成年之后的记忆 所以 只有在梦里 我们才有机会 实现这些欲望 或者把它们 稍稍修饰一下 把它们变成 最近发生的事情 但是也会使我们 不容易理解梦 那么 梦是怎样把这些 小细节结合起来的呢 第二部分 是关于梦的具体运作方式 在前弗洛伊德时期 解梦是非常直接的 但是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弗洛伊德认为 只有解释了梦的原因 才能解释梦 于是 他挖掘出了梦境的深层内容 把这个隐藏在梦境中的部分 称为梦境 念 就是念念不忘 那么 梦如何起作用 把表面内容和梦境联系起来呢 假设我们把梦的表面内容 比作象形文字 手稿 这些组成句子的符号 必须逐个加工 才能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梦境 又比如 我们把梦境比作一幅画 画上有一间屋子 屋顶上有一条船 还有一个字母 还有一个无头的人 从表面上看 我们根本看不出这幅画的逻辑 但是这些元素 通过适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就能构成富有深意的艺术品 梦的工作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艺术加工过程 把材料变成有意义的内心独白 弗洛伊德认为 在解释梦时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点 梦的意义 究竟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梦使人反省吗 很多时候 梦中的意念 是不会显露出来的 也就是说 梦境的含义 与它表现出来的 完全相反 弗洛伊德在梦里 看到了一本植物学的书 书里 夹着一块干枯的标本 梦境中的标本 就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植物 他意识到 这个梦的真正深层含义 就是谴责他为了喜欢 而不遗余力却没有收获 而且 他如此专注于某件事情 是非常片面的 梦把它描绘成一位 有成就的专家 但事实 却恰恰相反 这个梦境发生的时候 弗洛伊德 并没有因为精神分析 而得到世界的认可 但是梦境的自我省力 却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审查 这让他可以肯定 自己是在高尚的 有道德的 有节制的研究中 这样 他就可以安慰自己 我做的事情 并不像外人看起来 那么不值一提 由此可以看出 梦的直接内容 有时是没有现实性的 在梦中也难以找到逻辑 有时候 梦甚至会让人觉得荒谬 让人迷惑 从细节上看 一场混沌的梦境 包含着不同的因素 而梦境 则使这些毫无关联的事物 产生了因果关系 或者是相等的 相似的 一致的 替换的 不管怎么说 梦都和实现自我的愿望有关 只要抓住这个核心 梦就不会再奇观 第二点 梦与早期经验有关吗 梦里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梦境的内容很短 如果只有半页纸的话 分析起来 就会漫上十倍 比如第一段录音里提到的 关于伊尔玛的梦 弗洛伊德 只用了一页纸来描述这个梦 但是却有十三页详细的解释 很显然 每一个细节 解梦都不能放过 基本上 梦会用最少的细节 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组合起来 但是经期简阅是值得深究的 因为它选择的材料 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有些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没有发生 但是 梦有能力把这些元素 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 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故事 梦境的综合能力 可以说是 与我们精神世界中 潜藏着的力量有关 这种力量帮助我们 把一些材料连接起来 然后用想象力来填补他们之间巨大的空隙 弗洛伊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啊 一个女人 她梦见自己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来到厨房 看到了两个仆人 她挑了几个仆人在工作上的错误 然后跨过一道奇怪的栅栏 并且很高兴自己没有跌倒 进入梦中的节庆环节 她突然想到了过道 厨房和仆人 一切的一切 都和她小时候的父母一模一样 她做的一切 都是母亲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梦确实把她带回了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里 这个梦里缺少了父母的信息 再通过解梦 女患者回忆起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带给她的困惑 最后 她发现自己内心有个巨大的矛盾点 使她一直处于焦虑之中 她渴望和母亲不一样的生活 也就是冲破家庭的束缚 然而 不幸的是 她一直在模仿母亲 第三点 梦里有没有象征意义 很多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 比如传说 神话 文学等等 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正是因为这种古老的关系 象征着性 她与古人崇拜 升职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 从这一点来看 解梦确实很难 梦境一方面 具有达成群体共识的象征符号 另一方面 又涉及梦者高度个人化的精神世界 那么 解梦者和做梦者之间的默契 也许就是解梦成功的关键 毕竟有时候 一些与性无关的事情 都会被当成性的象征来使用 有时候 一些象征意义上的远古情感 却很难被现代人接受 如果梦者的思想中 有大量的象征意义 那么他 就会选择与梦境内容相关的符号 比如梦见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那么他每天都会走上楼梯 因此 梦所包含的象征内容 具有个体差异 如手掌 树干 雨伞等长形物体 均可视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箱子 箱子 壁炉 山洞 都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反复进入一间屋子 可能与性行为有关 汽车通过隧道 要是开锁 上上下下的楼梯 都可能直接与性有关 弗洛伊德结合象征意义 列出了他在梦中 反复使用的一些符号细节 比如帽子代表着男人 代表着男性的生殖器 这里 他举例说明 为什么帽子能代表男人 一位患有广场恐惧症的 女性患者 告诉弗洛伊德 他的梦境 广场恐惧症 让他不能参加社交活动 他梦见他戴着帽子 从一群年轻军官身边走过 他想 这顶帽子有点奇怪 他们拿我没办法 中间是弯曲的 两侧是下垂的 而一边是比另一边低的 他告诉弗洛伊德 我做梦的时候 总是兴高采烈 自信满满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他必须要有人 陪着他散步 如果 帽子代表着男性 或者男性生殖器的话 那么这个梦里的暗示 就很明显了 他和丈夫的关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 他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却又不得不维持这个家 因此 他有广场恐惧症 不能出门 不能与外人接触 而且这种病随时提醒着他 他已经不是个健康人了 于是 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生活就这样维持着 弗洛伊德的解释 最终得到了女病人的认同 第四点 醒来的感觉和梦里的感觉 有什么相似之处 如果我们在梦里害怕强盗 也许强盗是想象出来的 但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 这句话揭示了梦对情感的承载 人们在梦中感受到的情感强度和清醒时 一样强烈 梦竭尽全力地把情感色彩 融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中 观念可能与现实脱节 而情感却没有改变 很多弗洛伊德的传承者 都在用梦来探求来访者的情绪和情绪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梦中的故事本身 这里弗洛伊德举例说明梦的情感色彩 有个女患者很奇怪 为什么姐姐的孩子突然死了 她一点都不难过 在梦里 她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感 这种感觉在梦里还历历在目 让她有些自责 如果有人觉得她和姐姐的关系不好 那就太小看这个梦的复杂程度了 跟她的姐姐和侄子关系不大 结果 她一见钟情 因为她曾经参加过一次家族葬礼 但是 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那个男人了 在我的梦里 这场葬礼也许会使那个人出现 说白了 梦里的东西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情绪和情绪 弗洛伊德从梦境中挖掘出了更深层的东西 那就是梦境 她还把解梦中的四个细节都告诉了我们 可以说是解梦的关键 其中包括梦境的稽查功能 可能会使梦境看起来与童年生活息息相关 梦中所使用的象征意义对于解梦有极大的帮助 梦中表达的情感 情感真实可信 弗洛伊德希望读者有机会了解梦的复杂性 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梦的运作方式 很多人都会认为 弗洛伊德的梦总是和性别有关 但弗洛伊德在书中主要讲的是人类为什么会被磨灭 弗洛伊德称之为利比多 很容易就能看出解释梦远不止 前人的研究成果 认为梦是一种更高级的功能 他想说的是 梦境对人的心理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下面让我们看看弗洛伊德总结出的关于梦的高级功能 吉人的心理世界中梦有什么责任 首先 它并不能帮助我们 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记住一些事情 忘记一些事情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和感受 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记忆 有些事情是快乐的 有些事情是痛苦的 在临床心理工作中 选择性遗忘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 就拿我的工作经验来说吧 我经常问来访者 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如果是马的话 对方就会说不记得了 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访客的记忆被屏蔽了 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些细节太过复杂 也可能是因为这件事太过激动 我们发现 我们似乎并不愿意去想它 只有找到了这个障碍 我们才有机会明白自己的处境 这是现代心理治疗中常用的一种手法 也是从弗洛伊德的梦境中学来的 弗洛伊德发现 当问到人们梦到什么时 人们往往很难回忆起来 或者可能会漏掉很多细节 他认为 梦的遗忘 似乎是由精神世界的阻抗引起的 即人们忘记了做的梦 在精神分析当中 当治疗师想要分析梦的时候 这种精神分析过程 就会因为遗忘而受到干扰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幸好 有些人能够从遗忘中挣脱出来 将梦境变得更加清晰 这一点在分析中 经常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梦的意义非同寻常 它是了解人心里 真正需要的开端 其次 梦境具有帮助当事人 调节情绪的功能 我们常说 而是无忧无虑 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 小孩子很容易感到快乐 小时候没有忧愁 只有快乐的原则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哭就哭 但是 人一旦长大 就不能随心所欲 那些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往往会在心理上形成压力 带来很多痛苦的情绪 比如焦虑 不安 担忧 恐惧等等 弗洛伊德认为 梦境是我们留给自己的一座宝库 它可以让那些被压抑的欲望 时不时地释放出来 他说 梦境是一种释放兴奋的感觉 所以 它起到了安全的作用 它在保证睡眠不受干扰的同时 也允许少量清醒活动出现 也就是说 梦境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 可以让人们接近自己的欲望 此外 我们还提到过一些令人痛苦的梦 这些梦使人们的愿望 得到了满足 于是 这些紧张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 梦境应该是核性有关的 这里的性事 广义上来说 就是性 其实就像小时候的吃喝玩乐一样 如果幸福得不到满足啊 我们就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能力 就会充满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 梦的主要功能之一 就是使那些未得到满足 因而能引起我们情绪的事物 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去 做梦 可以避免过度的能量压制 防止阻塞 从而保护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 最后 梦境其实是帮助人们回归本能的过程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阿梦表达 本能欲望的过程究竟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谈论本能欲望 弗洛伊德认为 本能欲望主要是一种思想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梦境不能引起运动的反应 只能传递到感官 最后 思想到达了呀 知觉系统就构成了梦中的画面 弗洛伊德称之为梦的回归功能 这种回归 其实就是回归记忆 回归欲望 我们曾经提到过梦的稽查功能 即梦中残留的理性精神力量 梦境受到理性力量的影响 本能的思想和欲望 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然而 欲望是如此强烈 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它可能会突破所有的限制 运用各种材料和手段 在梦中实现 通过这种方式 人们的原始本能可以通过梦来觉察 就拿神经症患者来说 他们常常通过梦来恢复童年记忆 弗洛伊德发现 自己的孩子们 经常会在梦中看到自己的童年 他们的梦想 是满足自己童年的欲望 弥补自己应该得到 却没有得到的快乐 这种直觉不仅仅是感官上的 还有对某些事情的思考 事实上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 弗洛伊德所谓的直觉 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性 它也包括了我们和别人的依恋 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关系 简单地说 在做梦者看来 梦满足了他内心的欲望 也就是说 做梦的人会回到某时某刻 值得一提的是 精神失常者产生的幻觉 属于回归现象 那些想法被转化成了影像 他们的心理素质不够强 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能在梦里表达自己的欲望 所以 他们会通过这种即刻的满足感 随时随地通过幻觉 来和自己的欲望对话 梦境经历的这种回归过程 使解梦成为一种有效的精神分析方法 弗洛伊德深信 只要找到本能的欲望 人类就会很快解决心理隐患 恢复心理健康 精神分析的任务 就是要弄清楚梦所代表的思想 以及这些思想表达的本能欲望 以及隐藏在梦中的内心需求 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记忆 过去情绪调节和回归本能等心理功能的举例 提出了一种意识层面的思想 即潜意识 意识和潜意识 第一笔潜是潜水费 第二笔潜是潜后两笔潜 在他看来 第三个人的潜意识 就是被蒙蔽了 最好的解释 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 潜意识 潜意识 是潜藏在海平面之下的一种东西 是人们看不到的心理规律 他有一些与欲望有关的记忆片段 这些片段可能与性冲动有关 它们没有秩序 有时夸张地令人难以置信 通常体积很大 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 则依赖于弗洛伊德所谓的意识 这部分心理活动 讲的是逻辑和秩序 要有时间观念 要符合客观条件 梦境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是在水面下若隐若现的一部分 它不会主动浮出水面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看见的 梦是连接意识和潜意识的通道 这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首先 我们讲到了梦在人的心中和世界中的作用 一共有三种 一种是梦用来记住人们想要忘记的东西 一种是控制人的情绪 一种是让人回归本能的东西 另外 通过梦挖掘人的心理活动 其实是在寻找潜意识的内容 及人的原始欲望所在 好了 梦境的解析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对这段音频内容的总结了 首先 梦境是人们的愿望实现 其次 梦境经过改造后呈现出来 因此 想要了解梦的真正含义 就必须深入分析 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梦带着我们回到过去 让我们直面内心最真实的需求 通过解读梦境 解读梦境 了解梦境 以及一百多年前弗洛伊德运用的解梦法 弗洛伊德没有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人们做梦的行为 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主义节目 而经济 政治 文化背景 阶级 性别等因素 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梦境 这些社会因素造成的心理冲击 似乎并未体现在弗洛伊德的解梦法中 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另外 通过梦窥探人类的精神生活 仅仅是我们认识心理世界的一种途径 除了梦 想象 艺术 表达 语言也是通向潜意识的途径 不管怎样 弗洛伊德以梦探索人类的潜意识 这是开创性的 他帮助后继者开拓了思路 为现代精神分析奠定了基调 最后 我想从弗洛伊德的一句话中 总结出梦对心理学的启示 他写道 梦是否预示着未来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从每一个角度来看 梦都来自于过去 古老的信仰认为 梦能预示未来 书中对梦进行了修改 实现愿望的梦想 确实预示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但这个未来 其实就是梦想家的现实 那坚不可摧的愿望从未改变过 就像过去一样 好了 梦的姐姐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明天见